近日,从中国科技大学传出的消息,再一次地轰动了科学界中国的顶尖科学家潘建伟院士,带领着他的团队不断进步,在量子科技领域,再一次取得了伟大的突破,并且刷新了该领域下的世界记录。 在此之前,潘建伟就已经享誉盛名了,自然期刊也把潘建伟评为量子之父,这让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,还是非常骄傲的。 同潘建伟和带着他的团队,也是一直走在阿领子通信科技研究的第一线,也因为量子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是非常快,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,感受还是很直接的。 在不懈的努力下,潘建伟教授带着他的同事们一起,完成了12个超导比特量子的纠缠态,而上一次的世界记录,则是在2017年由这大、中国科大、物理所合作实现的10个超导比特量子的纠缠态。 这一次的纠缠态数量突破,不仅刷新了科学界的高度,还未可扩展的单向量子,计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对于大家来说,量子纠缠理论,可能不太容易理解,这里就用一张简单的图片来解释一下,两个处于纠缠态的例子,不管距离分开多远,一旦其中一个发生变化,那么另一个例子,也会有顺态的变化。 这一理论最于我们担心的就是隐私加密技术了。 账号密码卸取,电话监听,其他电子设备窃听都是非常让我们担忧的,但是如果有了两字加密技术的加持,这样的窃听将不再有可乘之机。 很多中国机密被窃取的案例,都是和窃听技术,有着很大的关系,把量子加密技术,在这方面广泛应用之后,信息的安全,将提升不止一个层次。 其实对于量子纠缠,我们能做得远不止这些。 除了信息的传输之外,我们还可以用这一项技术进行单光子的探测。 根据科学家的实验,在近百个作用的光子,就会让眼睛做出反应,而在扇光子探测出现之前,眼睛也被证实是最敏锐的探测光的工具。 如果我们结合超导纳米技术,进行单光子扰动,就可以探测到单光子的存在了。 不得不说,量子技术对于我们的好处是非常大的,只不过还处在起步阶段的,它,仍然需要无数科学家做出不懈努力。 我们也坚信,中国像潘建伟院士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会不断做出贡献,我们也会永远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别忘了按赞我。